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的看法和观点 这个观点 与现在的现代科学 还有一些佛教的 其他的大乘学说 也有一些不同点 这个问题我们比较空的时候 或者把七世界全部讲完了 先我们把《俱世论》当中 对七世界的认识方法 大家应该撩如智障意合 然后我想再进一步地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 一方面现在很多人认为 比如说现在佛教当中 讲七世界是这样的一种形状和形成 然后现代科学所得出来的结论 也是另一套 这样到底哪一个是正确 或者这方面可能有一些看法 尤其是我们以前学过 一些天文地理的人的思想上 从小都是有一种概念 就认为是地球受缘的 然后这样的地心 有可能心里面一直不能通达 也可能有这种原因 我想这个道理 我们比较空的时候 或者过一段时间七世界 基本上讲完的时候 先你们从《俱世论》的观点 也就是说七世界的认识和 七世界的了解应该清楚 清楚以后 我们再可以这样讲 因为这样《俱世论》的七世界的认识 我们一般密宗当中 比如说吴光尊哉也是在《如意宝宗论》当中 介绍七世界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显宗》当中 一般也有很多的经典当中 也这样讲的 所以基本上佛教的大多数的观点 与《俱世论》的观点是比较符合的 但是佛教也有很多特殊不同的观点 那么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昨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须弥山 包括他周围的七座山 这个问题给大家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先讲什么呢 给大家先讲大海 昨天我们所了解的当中 也就是说中间有须弥山 须弥山周围有七座山 这个跟大家已经讲了 然后呢 八万有须弥水中 如是上方一八万 八山高度斑斑斑斜 彼等厚度一等高 他这里讲 现在我们讲七个海 七个海 须弥山外面 然后呢 昨天我们讲的赤双山 或者赤柱山 这些中间有七座海 七大海在中间 所以我们供曼茶罗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供其他供品当中 经常有很多的 七海的一些现说 那么这样的话 昨天我们已经讲了 八大山也可以说 九大山也可以说 包括须弥山和铁尾山 包括有九座山 然后呢 中间有七大金山 所以希望我们俱舍论当中的 在几大山的名称 这些应该记住 因为俱舍论主要是 要记它的名词特别重要 俱舍论的范围比较广 如果我们把这个名词 就是很多山的名词 水的名词 以后我们看任何一个经典 比较方便 那么这里说 八万有序墨在 因为须弥山它怎么样高呢 须弥山总共有十六万有序 十六万有序的上面 一半以上在水上面 也就是说水以上 然后一半一下 没在水里面 如是上方也有八万 须弥山上方也有八万有序 然后八山的高度 可以一半一半渐下来 意思就是说刚才须弥山 下面全部是一样的 全部也可以说九座山吧 九座山的底下 全部接触于金刚大地 所以全部是八万有序 在九座山的下面 全部是八万有序 然后上方 它的高度有一点差别 比如说须弥山 它上方是八万有序 然后赤双山 它的一半 八万有序的一半是四万有序 然后四万有序的一半是赤足山 这个应该是 四万有序的一半是两万有序 然后两万有序的一半是弹幕山 这样它一半一半渐下来 彼等厚度也等高 那么它们山的厚度吧 山的厚度实际上也是更加它的山的高度于相似的 比如说须弥山 八万有序 然后赤双山 四万有序 根据它的厚度高度来衡量 也是相同的 那么它们的粮有多少呢 九山有八万有序 全部隐没在水当中 这个是全部相同的 原因是所有的山均依靠金刚大地 因为所有的山下面全部是依靠金刚大地 如是须弥山在 所以上面有八万有序 后面的八山高度相当于 须弥山的一半一半渐下来 刚才每一座山的一半一半这样渐下来 后面的须弥山 即此双山露出水面 最后持双山四万有序 刚才什么持住山 丹木山 三间山 还有马尔山 它们一半一半的 这样前面一半的渐下来 这样以后最后到铁卫山的时候 三百一十二点五有序 这些山的厚度根据厚度或者它的宽度 可以说都是等同于各自的高度 它各自的高度有多少有序 它的厚度也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讲的 山的高度已经讲了 那么下面宣说七大海 这里面所谓的七大海 并不是我们现在人们所称为的 印度洋 太平洋 不是这样 大西洋 不是这样 这几个海 我想不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下面给我想说出来 那么我们虚弥山 大家都知道虚弥山在中间 然后周围昨天所讲的七座山 虚弥山的每一个中间有一个海洋 那么这个海叫做七个海 这七个海共称为内海 然后七个山过了以后到铁卫山之间 铁卫山之间的海叫做外海 外面的海洋 所以外面的海洋当中 我们现在的南战部族 悲剧路族 全部住在外面的海洋当中 不是在里面的海洋当中 里面的海洋当中 中间全部是海 没有其他生存的众生在里面 在居舍论当中没有这样说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比当七间 有七个中间有七大海洋 出着八万游行宽 首先虚弥山道 刚才赤双山之间的海洋的宽度 宽度八万游行 然后比为内海 那么这些海洋称之为是叫做内海 它们的 也可以说是 整个面积 它的边长的三百 也可以说是从东到西 这样来衡量 它的三百 与海斑斑而渐渐 然后中间的海洋刚才宽度是八万游行 然后其他海洋的量 它的宽度 比如说 持双山到持住山之间的海洋 就是前面的虚弥山到持双山之间的一半 八万游行也是四万游行 然后持住山到弹幕山之间的海洋 也是前面的四万游行的一半两万游行 然后丹幕山到三千山之间 前面的一半一万游行 这样来一次累退 那么神域的水 既叫做外海 意思就是说 刚才所有山的最后面 叫做持变山 七大山里面最后面的山 叫做持变山 那么持变山到铁尾山之间的海洋 就叫做外海 外面的海洋 那么这个海洋当中 我们现在所谓的四大猪和八小猪 全部住在这里 三十二万游行 这样的 须弥山之持变山的七个间隔处 即是七象海 那么这个叫做七种象海 七象海也可以说 或者七龙王有无害 有些论典当中 七个龙王有无害 因此所有的龙王有喜之处 故意而得名的 为什么叫龙王有无害呢 因为这中间全部是龙王有无的海 没有其他的人类 这些众生在其他海洋当中是没有的 这是龙王所具足的地方 这些海洋当中 隐瞒具有 我们经常所谓的八功德水就是量肉 然后轻和相称 然无处因此不顺和 及而不顺富的八种功德 这是八种功德吧 天人的水也具足八种功德 一般思学家对清澈的圈水 经常用八种功德来比喻 那么中间的这些海水 全部是具有八种功德的 如果人们享用它 它对身体也是没有害处 也是增长禅地等等 所以很多修行人真正的八功德水 实际上就是这其他海洋 但是有些修行人 我所在的圈水非常好 它具有八功德水等等 经常用一些思学的方法来描述 这个圈水的 它的性质 甘美等等 这样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这里具有八功德 这中间的水全部八功德水 那么香海的量是多少呢 这些海的深度八万有讯 全部是跟须米山 刚才须米山下面一样的 因为它所有的海洋 下面是八万有讯 也可以说是它的深度吧 它的深度全部是八万有讯 八万有讯 然后第一 须米山与 此双山之间的宽度是八万有讯 它们内外海中的 这个叫做 它们是内外海当中 叫内海 此双山东西两岸之间的海面 是自己宽度的三百 它这里此双山东西两面之间的 大家都知道此双山实际上是围绕着须米山 围绕着须米山的话 那么此双山之间 也可以说这样吧 此双山到须米山之间有八万有讯 然后须米山的宽度也是八万有讯 然后从那边也是从须米山到此双山之间也是八万有讯 这样的话整个宽度实际上 也就是说从这边到那边 是一个圆形的角度来讲 是它的至今 它的至今可以说是它刚才宽度的三百 这样的话是八万有讯 三百二十四 以这样来推 即二十四万有讯 它的整个面积可以这样算吧 这样的话西北和东北 东南可以一次内推 刚才是从此双山到东和西两边 东和西两边就是这样算的 那么西北和东北和东南 以这方面的话可以这样一次内推 这样来推 所以这个我想是我们很多人是学过数学吧 它这个面积出开它的山的面积以外的话 全部是碎的碎面面积 它这样来计算的话 就比较好懂的 然后次双山到次变山之间的 最后就是次双山 中间还有好几座山 那么这个中间就是一亿的我们算 最后到次变山之间的 其他的路和海的宽度 后面的交钱 一般一般的地间 刚才我们前面的八万有讯 八万有讯最后次双山到次双山之间 四万有讯就是这样来推 这样来推的话 一般一般见地 最后到次双山 四万有讯到次变山 一千二百五十之间 到这个之间了 然后第六海的东西等 四边和和桥前前 距离越来越远 当然这个是因为它围绕须弥山 外面就像我们这个满车盘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满车盘它周围有这个 比如说它周围的 我们供满车的时候 基本上是 为什么供满车这样呢 因为整个三千大千的世界 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七世界 和有情世界的这些所有的妙语 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有这个功德 因此它的整个形状 中间是虚名山 周围是七座山 当然曼车盘 外面的圆圈里并没有七座 但是它的基本上的标识方式 或者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所以神与的次变山至 特位山之间的所有的水 就是所谓的外害 这叫做外害 那么它的宽度 次变山中央之 铁卫山中央的 几两三十二万有行 周边三叶六十万七百五十有行 由此水面面积 这样的水 外面的海水吧 刚才所谓的外大海 外大海的话 全部是充满烟味 所以我们里面的海 它具有八功德水 人们享用的话 也特别好 然后外面的这些 像我们现在的 有些大海的海水 你去喝的时候 全部是盐水 这是海边的一些人 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是在这里面讲的 外面的海洋 下面宣说主要的祖 然后宣说小祖 然后宣说南赞部祖的特法 先讲三个方面 首先讲我们所谓的四大部祖 南赞部祖之三变 而前有行马车行 然后一变来有三有行般 这是讲南赞部祖 什么叫南赞部祖呢 以前热闹当中落下了水果 落下了树的水果 这个时候发出了赞部的声音 后来人们都称为叫赞部祖 所以祂最初的得名是这样来的 南赞部祖 我们就是所谓的南赞部祖 大家都知道刚才虚密山过了以后七座山 七座山的中间就是七大海洋 这个叫做内海 内的七大海洋 这个过了以后就开始外海 外面的海中间东南西北分别为南赞部祖 东升圣祖 西牛火祖 这些在外面当中 它在外面就像是涨莲花一样 有时候我们看海水里面 涨莲花一朵一朵地藏在水里面 就像南赞部祖 其他的四大祖和八小祖 全部住在外面的海洋当中 然后海洋的外面有铁尾山围绕着整个世界 那么这个叫做一座世界 一个世界 就是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这样讲 它这里第一个是南赞部祖 南赞部祖它实际上是三角形的 也可以说三角形 但真正的三角形有一点点差别 我们真正的三角形的话 它的四个边 三个边是相等的 但是它这里三个边基本上是显动的 在另一个地方有一点点 有一个地方稍微有一点 所以真正的三角形的话 这个我们可能在一些满茶盘 我们《大圆明前行》当中也有画的吧 有些书里面说是南赞部祖的形状 就像是肩胶骨一样的 众生的肩胶骨也不是完全是三角形 但是也是三角形吧 也有这样的 所以有一个地方它也算是一种多边形 但多边形跟三角形有点差别 总体来讲是三角形 但另一个地方也有一个短短的边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里三个边 而且有形 这个是相等的 然后这个马车形 马车形的话 古代的马车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电视里面的 古代的马车不是三角形 但是还是可能 古代的有些马车后面稍微大一点 往前面马这边稍微有一点三角形的形状 所以它是马车的形 然后一边来为三有形 刚才靠近马平的这方面 有一个短短的角落 那么这个就是三有形 整个主场的话 整个三个边刚才讲了 二千有形 这三个边是相等的 但是三个边当中还有靠近一个地方 有一个短短的边 那么这个边称之为 那个边场就是三有形 就是三有形 这是三有形 这是叫做南赞部族 然后东升圣族 东升圣族就是说 因为东方的这个族 实际上他们的身体 完全超越其他族的身体 而且他这里的身体也是极为美妙的 因此叫做是东升圣族 那么它是半圆形 半圆形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个圆圈中间切开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是半圆形 但是说是半圆形 实际上它也是带有一种三角形 下面衡量它的周边的时候 还是带有一种三角形 我们这个画图的满车盘里面 它是半圆形的 大家都知道 然后它的三边与此均相同 你看这里它实际上是半圆形 但是半圆形也带有一种三角形的 因此它也是具有三个边 具有三个边跟南赞部族相同的 也是二线有形 一边三百五有形 那么一边比较短的有一个地方 应该三百一边三百五有形 有这个差别 其他的三个边基本上是相同的 然后下面是西牛河座 西牛河座是圆形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它的筑上七千五有形 笔子中央三千五 中央如果重量衡量有三千五 然后百举鹿主它是四方形 这样它每一个边有八百 不是 八十四有形吧 八千有形 八四边等 它八千有形 四边都是相当的 可能这个意思 既然说而回来是一切主 那么一切主是指的什么呢 总共有四大主 位于须弥山的南方 因南赞赞部族数国落入海中 发出赞部的圣像 故称之为赞部族 什么叫做南赞部族 原因是这样的 然后边缘为谁环绕的族 因此称为南赞部族 它的三边各有二有形 刚才不是有三角形也可以说是三角形吧 三角形的话 各边都是有二千有形 如马车形 最小的一边有三点五有形 大家都知道吧 如果按真正数学的角度来讲 既然是三角形 哪里还有一个最小的边呢 这个是如果你用尖角谷来衡量的话 知道尖角谷大的来讲它是三角形 但是也有一个短的靠近下面的 也是比较短的有一个边长 那么这个就是三点五有形 但是它这个违约的方式有一点差别 比如说它那个尖角谷 比较狭窄的部分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按照狭窄的部分 它是对着铁尾山 比较宽的部分对着须弥山 所以它的三角形的比较窄的地方 还是对着这个 然后按照十轮金刚的有些描述 有些描述 比如说现在波达拉宫也有一些以前的 古代的一些描述 那么这些花束里面的话 它的尖角谷的比较窄的部分 对着须弥山 然后宽的部分对着铁尾山 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 尤其是学离算 天文学 我们现在是要算每一年的日理 在日理做的时候明显地看得出来 他们有很多高僧大德的说法都是不同的 以前自卑广在几密宇许的观点当中 几密宇许的诸书当中 已经按照俱舍论的观点来这样讲的 俱舍论的观点就是刚才 尖角谷的比较窄的部分 靠近对着铁尾山 这样的说法很多说法都比较相同的 而且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 也是叫做《三乘路经》 《乘路经》应用在里面 我想《乘路经》应该是专门对 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描述世界的经典 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经典吧 以前丹须佛在他的银尘会议乱当中 也是经常引用过《乘路经》 因此经典当中 慈悲广尊者也是在他的几密宇许的注释当中 已经引用了这个经典 所以他的肩胶骨的部分 对抗的方法有一点点不相同 神龙金刚比较狭窄的部分对着须弥山 这是我们《曼扎帕》里面也是有时候看得出来 所以《南藏部主》吧 它这里三角形对的口是这样的 这叫做《南藏部主》是这样的 然后《位于赐主的东方》 这是赐主的东方而言的 并且胜量超越两百 现在我们人的胜量超越两百 因此称之为叫做《东生胜主》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人类当中 它的形容是半缘性的 三边与南藏部主相同 各有二千有许 那么这个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差别 它半缘性整个弯曲的部分对着铁卫山 它且半缘中间的资金部分对着须弥山 所以这个跟其他的说法都是应该相同的 所以它半缘的各三边也是二千有许 另一边三百有许 它也是带有这种 它基本上大多方面来讲当然是半缘性 但是刚才也是尖叫过一样 它也是在靠近铁卫山那边也有一个短短的编长 那么这个编长叫做三百五十 这里面有三百五十有许 在赐主的西方有意相守如银流于珍宝 那么这个西牛合作的话 它全部是依靠如银流和珍宝来相守生活 就像藏族一样藏族现在生活全部是依靠牦牛 如果牦牛死了我们现在怎么活下去 尤其是夏天不是下大雪夏天是下大雨 冬天就是下大雪这个时候它们就特别特别痛苦 你看牦牛死了好像家里面的人死了一样的 因为牦牛死第二年它们也很有可能饿死 所以西牛合作的话它也是依靠牦牛而过生活的 也可能藏族人一样喜欢珍珠 喜欢一些酸糊有些吃的都没有 但是喜欢在脖子上有一个大大的酸糊 这样的话认为自己是特别特别了不起 但是这些都是实在是一种人们的愚痴行为 可能西牛合作的众生也是天天都是珍宝来买珍宝 然后脖子上有很大的珠宝 也有可能有这样的 然后四边也是最环绕的珠称之为 是叫做西牛合作 那么它的形状是圆形的 珠称为七千五百游行 如果从它的正宗中央来衡量 则有二千五百游行 这是因为它的圆形吧 这个没有什么观点不同的 凡是一个圆形 它整个珠的形状是圆形 有一位置在四周的东北方 那里的众生四十七日前出现难听的声音 你要马上死 七日前就像天人一样 我们讲死窟的时候 天人和德基罗珠的众生 七日之前听到他死的消息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南战部族的 有些人也是这样吧 听到他是什么得了癌症 得了什么什么这样的话 他就特别特别地难受痛苦 如果修行人的话 因为修行人对死和对病和对世间的痛苦 他有他的一种面对方法 他对他有一种不同的应付方式 所以他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如果世间人的话 你说七天之前要死的话 他可能特别痛苦 悲惧露珠的众生也是这样的 其实之前他听到死的消息的时候 因而非常难说 因而叫做生不霉珠也可以叫 如果翻译的话 悲惧露珠 就是举露珠 他的珠边的面积 它是四方形的 这样的话 四边形的八千有形 四方形 每平方等各有两千有形 这是每一个边长这样生的 下面先说八个小的珠吧 小珠 这样他这里必等之间八小珠 深珠 深不霉 深不霉悦 然后浮妙称 深道信咒与信咒 这个大家都知道 四大咒的两边 按照我们大圆门前行的话 大圆门前行跟俱舍论有点不同 其他基本上是相同的 主要是东和西吧 这个前后也有这样的图 有点不同 其他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四大大圆门前行当中 好像全部是两边吧 我们供满山路的时候 全部是在两边 俱舍论的话 西牛虎珠和东胜胜珠 应该是在靠近虚密山和铁卫山 其他 北俱路珠和南尘部珠 两边应该有这个差别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不同的差别 在四大部之间 之间有八个附属主 即圣主与圣圣主 他附属于东圣圣主 然后圣不霉主和圣不霉语主 附属于北俱路主 然后佛珠和妙佛珠 附属于南尘部珠 信珠与神道信珠 附属于西牛火珠 这是我们所谓的八小珠 这些珠除了佛珠以外 这个是罗刹具珠的 其他全部是人的 但是这个珠 实际上还有人也非常多的 有些《举属论》的诸书当中说 在这里也有很多人类具足 一般来我们讲 它是罗刹果 也是这样的 那么世界上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很多的金珠 还有比如说香巴拉珠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的珠 这也是很多瑜伽士 他清净的境界当中 也能见到的 还有以前阿底西亚尊者 坐穿十二个月还是十二年 也是最后到了班嘎拉州 所以当时金珠上师也住在那里 现在有些人说是 现在的印度利西亚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有些历史的考证呢 现在从地理上的有些考证 与现在的众生业力不同 和当时的环境细数不同 因此所表达的方式上面 很有差距的 所以完全是这样 也非常难说 所以他这里 这些都是一般来讲 我们前面讲的四大部主和 八个小组里面 所有的众生居住 全部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这些应该称为人类居住的地方 前面是宣说赞部主之特法 南部主有什么特产 就是南部主的特法 此相悲于九黑山 他意思就是说是 对 即使所谓治血山 从南增部主的中央 就是印度金刚座 印度金刚座向北的方向 有九座黑山 黑色的山 这样到了血山 所以他这里所谓的黑色的山 不一定是真正的 颜色都是黑的 有些宗师里面说 他不是金银财宝住的 他不像前面的七座金山 或者须弥山 不是珍宝制成的 因为它是一般的 土石制成的 这样的话称之为黑山 有些宗师当中是这样讲的 所以从印度金刚座向北的方向 越过九座黑山 九座黑山 这是所谓的血山 那么在那里还有寻相山 寻相山和寻山之间 有宽度无视有寻的海 这叫做无热闹海 在佛经当中经常用这个 比如说 昙花生的时候 在无热闹海中间生昙花等等 也有很多记载的 所以说中间随宽有无视有寻的地方 这叫做无热闹海 那么在佛祖的中央是印度金刚座 自此向北越过九座黑山的地方 有凶威的血山 然后再向北方有香醉山 在十有寻之内是 无老龙王所居住的无热闹海 海中也是一满八公者水 还有青莲花和莲花 水莲花等盈盈 水宽居无视有寻的四方行海 它是四方行海 然后祖长是二百有寻 它的东方流畅座横河 西方流畅座行渡河南方 西方有伏渡河 北方是土多河 它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 现在这些河一般基本上代表性的 所谓的我们现在亚洲四大河流 也基本上这四大河流有的 然后现在完全是以现在的地理上面来 能推出来的话 有点困难的 有些人说是现在的钢得色雪山 我们经常人们认为钢仁波切 尼泊尔和藏地交界的地方 有一个就是钢日雪山 那么那个雪山 有些智者认为是从印度金刚座 也是从白的北方 我们藏地本来佛经当中是收集北方 所以越过旧山的所谓的雪山 应该是钢得色雪山 以前米拉日巴坐山的雪山 这样的话 后来米拉日巴 他说我现在坐的地方 就像《俱舍轮》里面坐下的雪山 然后在这里 现在拉萨和阿尼附近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马鹏伊丛 马鹏伊丛是比较长的一部湖泊 在西藏地方 非常有名的一个湖泊 那么这个湖 它说是无热脑海 不是梅芳仁波切 米拉日巴 他的有些文集当中 有这样的描述 后来萨迦班智达 在他的三戒论当中 他的分析三戒论当中 也可以说是严厉地 劈迫米拉日巴说你这一点 完全都是违背逻辑 为什么呢 从印度金刚座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想北方有九座黑山 现在是指的是拿九座 佛经里面说是无热脑海是四方形的 现在的马鹏伊丛根本不是四方形 它是非常长方形的 这样的话 它的形状和距离 也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不合理地 它在这个里面有辩驳的 后来就是嘎尔玛班 嘎尔玛班 他站在米拉日巴的 因为嘎旧派吧 嘎旧派一般打架的时候 还是肯定滴滴 看哥哥打巴影的时候 站在哥哥的后边 是这样的 嘎旧派的嘎尔玛班尊者 对撒迦班子大 也是专门有这个回答 米拉日巴 它这里有各种密意 一方面很有可能 瑜伽是他的境界当中的一种描述 也不一定是他真正所讲的佛经当中的 无热脑海和血山 也不一定是 那么即使是 实际上现在人们 业力显现所称为的对境 对境的所以应该说是 血山和马鹏云策 但是依靠这个山 他可以在中间 他就很多的修饰方法是可以的 所以佛经当中所讲的 不一定是完完全全都是 造写他的具体 造写他的一些特点 也不一定 比如说他说印度金刚 印度饮酒山 饮酒山来讲的话 佛经当中的说法都不相同的 有些佛经里面说是 所谓的印度饮酒山是珍宝制成的 然后它的距离有千百万游行 就非常非常宽大 非常大的 那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印度饮酒山 也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制成的 也不是那么宽大的 是一般的一座平凡的山 所以佛经有很多密业 你不能一改否定 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人们的表示方法 也有论典里面的表示方法 也是有人们共同的一些民间的称呼 所以藏地 一般一些民间当中 也经常说是 摩帕云座是无热脑海的 也有一种传统的说法 还有现在那边的刚德色雪山 也是所谓俱说论里面的所谓的雪山 这样是藏地一般民间的传统是比较多的 所以民间的传统 密拉日班站在民间的传统来宣讲了这个道理 因此不一定是非要符合这个论典 论典里面的说法和现在民间的传统不一定一一的相同 也有这样的辩论 所以萨迦班智达和密拉日班 当时说是我所作的地方 就是《居士论》里面所讲的雪山 然后住的海实际上是无热脑海 他这样提出来以后 萨迦班智达就破他的观点 不符合逻辑和教理 后来戈尔玛巴也是做了介绍 确实也是应该过一段时间 我们在讲这个雪米山的 现在对世间观点不同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说 实际上有很多有些在论典里面所宣说的 也有一些是民间所宣说的 也有一些对众生的根基不同而描述的有些表示 还有一些思学的夸张 比如说我们汉地的山 比如说有些恶命山的描述当中 还是有各种不同的神话 有不同的一些说法都非常多的 所以说一个书里面所讲的 完全都是以这个来衡量的话 也不一定现实的 所以这些问题大家应该清楚 他这里四大河 所以他这里四大河全部都是一一地能说出了 就恐怕这也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大多数来讲应该是比较相同的 因此他这里恒河 我看恒河也是有一些辩论 但是这个我们在这里不讲吧 虽然这个恒河应该是印度现在所谓的恒河 在相嘴山北方二十游旬的地方 刚才五热老海 他刚才四大河流都是动过游绕五热老海 最后他四大河流回入外面的大海 所以这个是外面的大海 然后在相嘴山北方二十游旬的地方 是金燕雅客飞天面 它这个飞天面也是一个飞天的地方 四方行有许多游旬 他的周围有百千金燕雅客 相百二十游旬处备 枝叶繁茂名为寂见萨拉苏王索雅 在相东方二游旬的地方有亦还流的 周围有很多的水池 颠织住各式各样的鲜花 在那里有 足有帝氏天哉 沙场等等 食用的极简大象 以及极其眷属百千巨象 萨迦班智大祖师这些大象现在在那里 但是这些大象如果以前有的话 不一定现在都是有吧 所以动物都是无常的 今天讲到这里吧 那里还有五十游旬的地方 就是中文属 Limited游旬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